我們來看一下學測97這題 這一題也是已經在99課綱裡面 因為它是扯到供應4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其實這題我覺得難在一個邏輯的敘述 fx不知道,但gx長成這個樣子 gx這個式子其實可以先分解 三次的一般來說,考試上出現的基本上都可以分解 我們現在帶1進去,1加1-2等0 所以它就有x-1這個因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a-1 這邊變成s平方 這邊變成s平方 然後再加上2x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次項的 所以這裡-2x,這裡沒有,變成是加上2 所以它可以分成這個跟這個 但是後面這一項呢其實怎樣 後面這一項其實已經不可以再分了 後面這項它沒有那個 這項的話它可以把它配成這個 它無時根 這個東西無法在時數裡面再分解 好,那我們知道g有包含一次乘上一個不能分解的二次 可是f跟g有共同的 所以他們共同的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這個 也有可能是這個 也有可能兩個都是 所以關鍵點都在這裡 好,就是說它有可能這個或這個或兩個都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gx恰有一個十根 的確這個有根,但這裡沒有 所以這個可以選 那第二個呢,fx必有十根 那這個就不一定了 因為他們雖然有共同的 他們共同的可能是這一部分的話 它就沒有十根 對,所以第二個不能選 是因為他們的供應式有可能是這一項 好,那第三個 如果有十根 那這個十根當然就是1 因為如果有的話就表示說一定要有這一個 好,有共同十根 那這個一定就是只能是1 好,那有十根 最高供應式一定是一次嗎? 對,一定要包含這個 但是你也可以怎樣 你也可以兩個都包含 好,所以它可能是一次的 也有可能是三次的 所以這個就不可以選 好,那第五個 如果沒有共同十根 那就是這一項沒有 好,但是他們又要有供應式 那就只能什麼 只能有這一項 對,那的確最高供應式就只能是兩次的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1,3,5 好,反正要注意 它有供應式有可能一個 也有可能這個 也有可能兩個都有 這題的關鍵 另外呢,看到三次次的呢 我們就先把它分解 然後這樣子比較好處理